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诗》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57集 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喝了四瓶啤酒上了三次烤串 还没看到陈婆的影子 非但如此 我还把我周围能看到的老太太都看了一遍 对一些可疑的对象投意关注的目光 都被老太太们给白眼白回来了 没有一个是我要等的陈婆 我越等越沮丧 吃烤串摊子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只有我和三五对情侣还坐着没走 我明显能感觉到烤串大爷大妈看我的古怪眼神了 烤串大妈给我递串子的时候还特意嘱咐我 小孩子谈恋爱只是过家家 可千万别想不开呀 我尴尬的答应了 就在我实在吃不动也喝不动的时候 在考虑晚上在哪找家便宜旅馆对付一晚上 突然一个亭亭玉丽的漂亮姑娘走了过来 我瞟了她一眼惊艳于她的美貌 不过呀 这种姑娘一向视我于无物 我也懒得在看人家 四处寻找沿街路过的老太太 希望能看到一个瞎子 我正四处张望着呢 就听到一个温和俏皮的汉腔 对我说 帅哥能不能坐你边上 我抬头就看到姑娘的笑脸 还不等我答应 她自个儿已经坐我对面了 我很正经的对姑娘说 这么多空位置 你随便坐吧 俩人急一起 多热呀 姑娘对我黑黑一笑 扭头对老板娘说 给我来二十串烤串 二十串脆骨 鸡爪子 烤土豆 搁来五份 再来十瓶啤酒 我眼睁睁看着姑娘 一个人自珍自饮 边吃边喝是不亦乐乎 感到浑身难受 姑娘喝了两瓶酒 这脸上啊 胀出了一片潮红 突然对我说 你倒是挺守时的 说五日到就五日到 我欣赏你这样的人 我一愣 内心巨震啊 看着眼前笑颜如花的姑娘 整个人都呆了 我告诉自己不可能 神瞎子 陈婆至少已经一百五十岁了 还是个瞎子 她怎么可能是眼前 这位长腿短发 穿着时尚的姑娘呢 可是如果不是 这姑娘又怎么会知道 我与陈婆的五日之约呢 我憋住内心的紧张 问姑娘 你到底是谁 是不是陈婆派你来的 姑娘一脸萌萌的表情 递给我一只烤串 说道 别这么紧张嘛 看把你吓得 来来来 吃烤串 吃烤串 这里的串可香了 十条街都能闻到它的香 我接过烤串 却不敢吃了 觉得这姑娘装疯卖傻 肯定有阴谋 陈婆是怎样的人 我很清楚 她能耍出一万种手段 来整我 姑娘问我说 你知道 我为什么让你今天来见我吗 我茫然的摇了摇头 越看越觉得这女人呢 是个蛇蝎美人 她卖萌的背后 一定有双可怕到极限的手 在一步步的伸向我 准备趁我不配的时候 弄死我 姑娘朝我笑了笑 对我伸出手 说道 我叫斯可 你可以叫我可可 至于你为什么 会跟陈婆有五日之约 你可以打电话 回家问问你妈 相信你妈会告诉你的 我望着这位叫斯可的陌生姑娘 觉得她的笑容很不正常 我的手插在裤兜里 在是否掏手机之间 犹豫徘徊 斯可 喝了口啤酒 又给我满上一杯 笑嘻嘻的说 你这人真磨叽 你不打 我帮你打了 说着 她掏出手机 拨了个号码 又翻过来 对我慌了慌 我一看呢 赫然就是我妈的电话 她竟然知道我妈的电话 我内心的震惊 是无法想象的 斯可对我扮了个鬼脸 坏笑着说 我真拨了 她的手指没按下去 我的电话却响了 我急忙拿出来一看 竟是我妈打过来的 接通电话 我妈几乎要哭了 一个劲的问我在哪里 我自然不能说在省城了 便随便扯了个谎 问我妈出什么事了 我妈说 你不在家呀 哎呀 吓死我了 刚才我打你电话 几次都没接 还以为你在家里呢 咱们家那片楼啊 找我了 火势特别大 消防车来了几十辆 都没法扑面 楼上楼下的邻居 一家老小都没救出来 妈还以为你也 说到这儿啊 我妈已经是气不成声了 我安慰了她几句 说呀 在同学家复习功课呢 现在天也晚了 我回去了也没作用 反正您跟爸爸都没事 家里东西烧了 还有保险呢 别太伤心了 又安慰了她一阵 才挂掉电话 见我这副样子 我对面那位叫斯可的姑娘 脸上早已经笑开了花啊 我心里突然明白过来 她让我打电话 给我妈的目的 我们家那片小区失火 烧死了许多人 难道跟她有关系 她既然是代表陈婆 也就是说 陈婆的手段已经触及到我老家继承了 我一阵挡寒 我瞪着陈斯可道 为什么你们这么残忍 要害死那么多人 难道仅仅是因为我跟陈婆杀血为妻吗 你们要的契约到底是什么 说出来 不要这样滥杀无辜 斯可则拿她那妖精一样的手指戳了我一下脑门 骂道 唉 真够傻的你 难道你就没想过 是我救了你的命吗 我夜呆啊 心里暗想 难道五天之前 神瞎子陈婆 就已经算准了我家会遭遇这场弥天大火吗 她约我来见她 就是帮我躲过这场灾难 斯可说 五天前 陈婆偷偷替你算了一挂 挂项显示 五日之后 你会是个死人 跟一个死人玩 实在太无趣了 所以陈婆 就跟你留书 约你来省城 祝你逃过一劫 为什么她要帮我 斯可咬下了一片鸡爪子肉 吞进嘴里 吃的是津津有味的 说道 这事啊 要从你炸掉二龙村那条大阴龙说起 这说起来话就成了 我吃了一惊啊 只觉得眼前这女孩极其怪异 我的任何事情 她好像都知道一样 跟她的形象完全没办法结合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浑身发了 当你觉得自己的所有秘密 都能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这种冷到骨子里的恐惧和害怕 是很难描述出来的 但是这种感觉足以让你对这个人由衷的感到害怕和厌恶 跟着 斯可对我讲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听得我寒毛之术 这还是我生平仅听过的怪事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斯可说 你一定怀疑我的身份吧 我可以告诉你 我姓陈 是陈家的人 在这里 我就能代表陈婆 当日你在凤凰路二十五号 你上刀山下游锅过火海 我可都是见过的 我咬牙说 你约我五日后 在这里见面 不光是为了救我这么简单吧 你们跟我盯的契约 到底是什么 陈斯可高深莫测的笑着 从小包包里掏出一包烟 自己点上了一根 又给我递了一根 问我 臭不臭 我给推了回去 斯可得意地笑着 冲我吐了个烟圈 说道 你知不知道 神瞎子陈婆 是从二龙村走出来的 当年 在那座可怕的村子里 还发生过许多大事 陈婆本来只是个平凡的村姑 自从被绞进那件事里 她的整个人生 都变了 我喝了口酒 坐在车水马龙的凤凰路十字路口 吹着十凉的江风 头顶无边的夜空 静静地听陈斯可给我讲述着一百多年前 在二龙村发生过的事情 陈斯可说呀 一百多年前 神瞎子陈婆并不是瞎子 她是个四肢健全 而且非常漂亮的农村姑娘 那时候啊 她还没有出嫁 常常在家里啊 帮爹娘干一些农活 二龙村村民家家户户都会打猎 这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 作为土生土长的二龙村姑娘 陈婆打小啊 也跟着猎人父亲纵横二龙村周围的绵延山脉 是个伸手矫健的女猎人 这一天呢 陈婆父母都下地去了 一场下雨之后 山里的野物都出来嬉闹 陈婆借这个时机啊 备好了弓箭刀叉 装备好自己之后啊 她就牵着猎犬进了村后的延绵大山 进山之后 陈婆翻越过数座山梁 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才抵达她的狩猎地 一座在猎人中称之为野石山的大山 这座大山不但奇高 周围山势还特别险峻 由于野石山森林覆盖范围特别广 再加上雨季特别多 常有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发生 这野石山里啊 古树密布 野物其多 其中呢 也不乏有棕熊 野猪 虎豹 长蛇 等吃人的野物 所以啊 很多猎人不敢来野石山 陈婆仗着自己打小在山里练出来的身手 一高人胆大 长了一颗奇大的虎胆 别人不敢去的地方 他偏偏去 野石山都来过好几趟了 有一回啊 还在山里住了三天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猎杀了一条百年大蟒 去找村里人才扛回家的 这一天呢 暴雨过后 天空一直黑压压的 大有乌云压顶之势 陈婆牵着猎犬大黄 穿过了重重密林 背上背着箭筒 手里拿着弓箭 腰上憋着钢叉和猎刀 一路跑得飞快 进山一个时辰后啊 陈婆已经猎杀了 四只野兔子 他找了个地方埋了 以便轻装上阵 猎取更多的猎物 打算猎物差不多了 再回村里 找年轻力装的小伙子 给扛回去 雨后的森林里 随时可以见到野物 陈婆一路猎杀了许多野物 什么兔子 张子 黄皮子 不知不觉中啊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陈婆早已习惯了山里的生活 也不以为意 他一路猎杀的兴起 翻过重重山峰 跨过许多山谷 在一座山谷里 遇到了一只 硕大的野章子 那章子 体型虽笨 动作却很灵活 几次躲过了陈婆的快剑 陈婆那时候年少气生 从小啊 就跟着村里的小伙子 出山打猎 总要争个一技高地 一怒之下 对这只张子穷追不放 也不知道追了多久 这陈婆呀 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 剑筒里的剑 也射得差不多了 这才停住脚步 环顾四周的情况 他这一看才发现 月光高悬在半空之中 眼前是高可参天的巨树 树木的树叶 亭亭如盖 雪亮的月光 从枝叶缝隙中露出来 洒了一地 周围呀 都是斑驳的树影 风吹树摇的时候 就仿佛林子里 站了许多人 在缓缓的晃动 陈婆觉得这林子里 非常的冷 他刚才追张子的时候 还没感觉到 现在停下来 冷风把热汗一吹 就冷得牙齿打颤 陈婆觉得很不对劲 现在还是盛夏 就算森林里温度要低一些 也不至于这么冷 这林子里 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冷静下来的陈婆 觉得林子里出奇的安静 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这一点非常奇怪 因为这个时候 森林里的动物还没休息 野兔 松鼠 还有其他许多小动物 正是热闹的时候 这林子里 怎么一点动物活动的踪迹 都没有啊 陈婆还发现 距他不远的林子中央 有一个硕大的黑影 那影子比古树可大多了 黑压压的朝陈婆这边扑过来 陈婆起初以为啊 这是一棵奇大的老树 后来一想 又觉得不对 他在森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呢 这道黑影 很不正常 陈婆一向胆大 虽然觉得这林子诡异 却也不太害怕 他活到19岁 13岁单独进森林打猎 手下射杀的野物不计其数 也可以说是满手血腥了 这煞气中的人呢 就有一种气场在那里 一般情况下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陈婆走到密林中央 借着明亮的月光 才发现呢 那巨大的东西 根本不是什么古树 而是一尊巨大的石像 石像立在这深山老林里 本来就非常奇怪了 这石像的样子还非常诡异 是一个蛇身人头的怪物 那人头虽说有鼻子有眼 却长得张头鼠目的 看起来非常猥琐恶心 更怪异的是 她的一双眼睛一睁一闭 看起来非常不协调 陈婆围着石像转了一圈 被石像的那双怪异的眼睛 给吸引住了 她看来看去啊 突然觉得石像的眼睛很有问题 她记得第一眼看到的石像眼睛 跟后面看到的不一样 最开始石像眼睛是左睁右臂 现在竟然是右睁左臂 想明白这个问题 陈婆下了一身的冷汗 她小时候进山打猎 猎人们常会说起大山里的怪事 她也听过不少 自己还是第一次遇见 顿时心里毛毛的 石像摆出来的姿势 也让她极为心慌 她正琢磨着走了算了 就听到石像头顶上传来 支支压压的声音 陈婆定睛一看 只见月光直投在石像的头顶上 她赫然发现 那石像的脑袋似乎会动 这可把陈婆给吓坏了 她拔腿就想跑 又一想 这东西显然已经注意到她了 这么一跑 不就势了弱了 山里的东西 最怕就是你先对她势了弱 她一有机会 就会趁机缠上你 你在气势上得镇住她 反而没事 她也不敢惹你 这是猎人混迹山里的一句行话 陈婆以前并不在意 现在真遇到事了 就想了起来 各位听友 风水鬼诗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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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